美国无党籍的一个参议员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他无党籍嘛 他讲什么 他也是讲一个大实话 简而言之言而总之 他就说我美国正在敲乌克兰的竹杠 而且这个竹杠是大敲特敲 来我们丢一张图 把图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美国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的时候 大赚一笔 比方说什么次真飞弹好了 1991年一枚卖了25000块美元 到了2023现在卖40万美元 25000变40万 他觉得这完全跟通膨的比例 不成比例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标枪反坦克飞弹 2002年发射器一个是12万6000 到了2021翻倍24万 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个M乖乖乖 这个榴弹炮 08年的时候是200万美元 到了2023变400万美元 翻了一倍 然后包括这个M142 这个火箭炮 2014年是350万 到了2022年430万 所有的整理给大家看 我就不一一的念 好来我们回到刚刚那一班 所以他跟大家讲 有没有贵了16倍 这叫做害死乌克兰 这就证明各方的揣测 我们对这个来宾 各个冰水聪明 一开战的时候就在讲 这是帮美国的军工 复合体赚大钱 因为这些军火商不是拜登 就是川普的金主支持者 所以打乌克兰 打俄罗斯 乌克兰开战 这是好生意 赚翻了是不是 账目都告诉你 另外一头你看看 已经打到第三年了 大家还是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最前面 之前欧盟要帮助乌克兰 迫于压力 同意在鸡蛋 糖 加禽的进口 设定对乌克兰产品的关税限制 但是拒绝把产品范围扩大 那三月二十号临时决定 小麦跟蜂蜜 也这个新加入关税条款当中 乌克兰农业部门算一算 不得了 如果新类别加入的话 乌克兰一口气就损失了 将近二十亿美元 将近二十亿美元 以及这个很重要 这个李辉 这个李辉 刚刚此刻的中国国力 这个跟以前不一样 那中国的这个大使李辉 常常在这个联合国里面 质地有声 讲话很大声 只有他敢对抢美国 他在联合 他在联合国的时候有讲 他说有关乌克兰的建议 这个是乌克兰 乌克兰受访的时候 不是 这是这个李辉 这是这个特使 中国特使 那乌克兰 他本来不是到了乌克兰去吗 泽伦不肯见他 那乌克兰的国安会的秘书就说 这个中国欧亚事务 特别代表李辉 有关俄乌的建议 不只故意说错李辉的名字 还说中国代表无权决定 好像中方跟乌克兰的关系 也有所反转 对于乌克兰 对于中国提出的很多建议 他都不愿意 好 我先到这里 当然还有些讯息补充 就是马克宏的动态 这个乌克兰外长也说 马克宏不是要出兵吗 你看乌克兰外长怎么说 我们需要是你们的武器 不是你们的人 对不对 他说马克宏这样一讲 欧洲领导人陷入集体的恐慌 不要恐慌 你们的人我们根本不想要 我们要的是你们的武器 我特别说 这个乌克兰今天的伤亡 为什么那么严重 其实我觉得泽伦斯区 要负很大一个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 北约能够支持他 所以他在很多的战场状况之下 不考虑到这战场的一个形势 他不愿意撤军 也不愿意向后转进 然后在第二条建立防线 所以他一直死守到底 然后不但在那个地方 已经陷于极不利的状态 那俄罗斯也很坏 对不对 我就弄一个网 张一张口在那个地方 你自己部队就一直填进来 然后我就消耗你有生战力 我先问一下李将军 因为乌克兰自己发布的死亡人数 是三万五嘛 对不对 那他现在是说伤亡至少百万 你觉得哪个比较接近真实 其实我这个 但是我是知道说乌克兰 我可以确定 绝对不止伤亡那种数字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旁观人看得很清楚 像巴赫姆特那种战役 你说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拿破仑为什么在欧洲战场 可以打那么多胜仗 他就是第一点 他一定是先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让敌人没办法补给以后 那通常讲那个时候 跟他敌对的 不管是普鲁士或英国来讲 就撤退了 我补给线一旦被切断了 我就撤退 那这个巴赫姆特战役 就很明显 他的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但是这个为什么俄罗斯 不一口把他寸掉来 我就张着嘴巴在那边 你一直把食物送进来 所以那时候巴赫姆特 是这种情形 小口战 对 那时候一直送进来 那为什么他这轮事情 会一直要要求部队送进去 也就那时候他跟这个 那时候的总是扎入日内 闹不合就是因为这样 他不愿意再把部队送进去 我送进去白填死的 对不对 但是泽伦斯基他心里 他想的是什么 我要北约的资源 如果这边我示弱被吞没的话 政治上我会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对北约来讲我不能交代 所以他一直不停地把部队填进去 在这种状况下 伤亡一定很重 到最后他又灭掉 现在阿富提夫卡又重演 巴赫姆特的情形 其实我们 我很关心这场战斗了 其实到最后 他的不以前只剩一条土路而已 他的车辆没办法开 你说他只能送什么东西 子弹一箱一箱的 用人工的方式抬进去 他没有办法用卡车 把弹药送进去 在这种状况下 里面的兵怎么打 所以我觉得他死伤人数 是一定是这么严重 是一定有他的原因 而是他这种严重 是因为他的这种 整个战略错误的状况 我们军人作战 先讲究先求全军 再求破敌 如果你没有全军的话 你不要去想破敌 这是自古以来 所有军事主义 包括美军他们也是这样 所以当初巴赫木特 这个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军方 也就是一直主张要撤军 但是泽伦斯基不肯 但是丽将军你怎么看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 武党籍参议员 他讲的这个大敲竹杠 这个东西 你怎么看 这个武器 真的能够长到这么贵吗 还有跟这个中国的关系 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转变 我跟你讲 美国军工业真的很坏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具体例子 跟大家讲 航空母舰上面 拦阻所 飞机降落不是有那个 那个主要来 结果美国自己的军火商 卖给美国的 这个航空母舰 一条是卖150万 航空母舰上面要三条 那他卖给外国来讲 你外国要跟我美国买的话 300万一条 结果后来这个太贵了嘛 因为那个飞机起降 一次要三条 那一天如果起降 100多次 你就立刻要更换 那价格太贵了 他卖给国外 是卖到300万 卖给自己是卖150万 后来中国有航空母舰 以后就开始研究了 就是跟你买太贵了 我就自己研究 研究半天 他说我想招标好了 就中国国防部就招标 结果一招标后 有一家公司 河北巨利公司 他就去标 结果一标 他说我有几千条 为什么 他插过你们几千条 卖多少钱 多少钱 他的成本十万 十万人民币 美金了 十万美金 他几千条在哪 他说美国给我定了 跟一百五十万跟三百万 天哪 他卖给美国厂商 美国厂商 后来那个钢缆 中国因为他基建工程 他做那个吊桥干嘛 就是那种钢锁 同样规格 一秒钟 中国就做出来 这个航空母舰的栏锁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看看 美国厂商有多快 其实美国厂商 不只敲乌克兰的竹杠 你敲自己的竹杠不是吗 不是 他卖自己也卖这么贵 市政飞在 他那个敲水管有没有敲到我们这里 他包括美国 美国为什么现在B21轰炸机 这么快就量产 才四飞 去年十二月底才刚才首飞 然后现在就开始量产 就是因为他说我通货膨胀 你现在我赶快不跟你定的话 你将来通货膨胀 就一直不停的 吓死人 对不对 想到这个东西 就想到我们台湾 赖金得前两天讲一句话 这潜水艇一次要盖七烧 这真的是胡闹到几点 连黄鼠光 黄鼠光 他都讲 他说不能说一次盖七烧 他说我们要二加三加二 对不对 先两艘 再三艘 再两艘 那一定是小步快跑 我第一艘 这个丽将军 你这样子是不是又有党人财路的嫌疑 对不对 这个打仗是蛮好生意 我讲的话 不是我讲的 是黄鼠光讲的 这黄鼠光自己讲的 说我们二加三加二 先做两艘 对不对 这艘成军以后 我们看看他这个战系系统 所以你看表面上 美国军援了乌克兰 很多很多钱 但这个绝对不亏本 对不对 而且是大赚一笔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律床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减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